我們今天城市走讀呢 來到我們台北市大同區 延平北路二段這邊呢 有一家仁安醫院 不過這個疫情期間 聽到醫院兩個字 好像大家都很緊張 不過其實呢 仁安醫院它是歷史建物 已經不是在做這個醫生醫院的服務了 主要就是開放給民眾來參觀 看一下當時候的醫院是長得怎麼樣 那我們今天呢也非常高興 我們請到我們的賴老師 來為我們做專門的解說 賴老師妳好 妳好 大家好 我是文憲館的志工 很高興今天能為大家來介紹這棟歷史建築 是 老師我想請問一下 這個仁安醫院在當時候 算是一個很高等級的醫院了對不對 對 已經非常高等 而且醫生的技術都已經非常好 明白明白 那我們先話不多說 我們先帶觀眾朋友們進去看一下 我們當時候的這個仁安醫院 到底是長得一個什麼樣好不好 來來來來 那我們可以看到喔 這個仁安醫院四個字 其實它已經停業了 已經不在看診 但是那個 這就是當時候的招牌 招牌還是非常的顯目 那患者過來的時候 進來要看病的時候 首先 他一定要先在這個頭腰口這邊掛號 對 看 掛號以後就往裡面走 對 那這個醫院是科醫師 科千諒醫生 他雖然是小科專科畢業的 但是他其實 他什麼科都可以看 我們從這個 其實老師我知道 這個喔 當時候 我們來先看一下 他能夠看診療什麼 有一般內科 小兒科 外科 骨科 腹腔外科 胸部外科等等 然後男女性的屁育 泌尿科 這等於是全科了 對對對 都可以看 這有點像醫學中心 對不對 對對對 也就是說當時候這個科醫師 其實他的這個醫術也非常好 非常精湛 而且人心人數 其實喔 這個主持人知道 好像 其實所有的醫生 其實他們都是全科的 也就是說呢 比如說我是小兒科醫師 對 你是這個內科醫師 其實小兒科你也會 內科我也會 只是內科我沒有你專精 小兒科你沒有我專精 但是統的來講 就一般的 一般的這個正常的一些小病痛的話 都是沒有問題 都沒問題 對 所以說也就是說 當時候科醫師 就等於是全科的來 為我們台灣的老百姓來看 對對對 所以很受到 大大神這邊的人的敬愛 是 然後他的病患非常的多 所以有跟我們那個 台北 台北城的那個 南邊的 旺華的 曹安醫院齊名 所以當時就會有說 北人安 南曹北的說法 南曹北是指 萬華的 里朝北開的朝北醫院 對 也就是說這兩個醫院 其實是守護了當時候 我們台北市所有設備的 一個健康 好那我們再繼續看一下 有什麼保留了什麼 這個醫療設備在裡面 哇它其實裡面還蠻開闊的 對 對 那 這個醫院 比較特別是 它 應該算是小型的醫院 連開刀房 S官什麼都有 那從上面可以介紹 可以看出它的器具 對 開刀的器具 這當時候的器具 對 還保留到今天 還有開刀房的設備 S官 對 所以說我們這樣看起來的話 其實以這個日據時代來看的話 這其實已經算是設備相當 完善的 小醫院 對 不是算很大 但是已經設備 已經算很不錯了 因為一般的醫院 好像就是一位醫生在那邊 診所沒有了 對 不可能開刀 對 這邊起碼它就是可以 已經可以做到這個 動手術這樣的一個水準 對 而且我看 它除了這個 我們保留 也就是說 醫生在那邊看診 前方看診 那如果需要開刀的時候 他要到 就在這裡 後面來 這其實感覺 有點赤裸裸 我要是當時候病患要開刀 他應該有隔間 他有隔間 可能有布連拉起來 當時候 可能啦 可是就是說 以現代化的 醫療的這種水準來講 我們很難去想像說 當時候的那個 醫療 看起來比較陽春 病患心裡也會比較緊張 所以可能醫生要花 更大的心思 去安撫這個病患的心 對對對 要這樣才不會造成這個 病患太過於緊張對不對 對對對 這其實也是 這個等於說 我們台灣人 自己照顧自己台灣人 對對對 自己照顧自己 欸 大家都平平台灣人 疼苦人疼的 那可能就是說 欸我今天能夠有這個機會 我受到高等教育 我學會醫療 回來我就要照顧 我說的同胞 回歸的那個台灣人 是是是 那這邊呢 除了 就是說開刀之外 我剛剛有看到 這裡有一個這個 洗石子摩石子的這個台子 這個是幹什麼的呢 因為他開刀 總是會有一些血水 要洗啊 清洗啊 所以他特別做一個 磨石子的水鑿 洗水鑿 所以不是廚房啊 不是廚房 它有水龍頭 可以清洗一些 那些髒東西啊 那一類的 咚咚咚咚咚 就是 雖然做不到 像現在這麼高等的一個消毒 但起碼 最起碼的這個消毒啊 這個乾清潔要做到 對不對 所以當時候的這個環境 跟這個條件 其實都很艱苦 對對對 是是是 那像這樣子的一個建築 為什麼 我們可以進來參觀 是他當時候是政府 去弄的嗎 還是說這個是 為什麼可以這樣 1927年的 柯醫師 醫學院畢業以後 就先到馬街醫院去工作 一段時間以後 在1927年開了 就在元品北路 最熱鬧的太平町這邊開了 人安醫院 是是是 所以當時候這算是黃金地段 黃金地段 那個元品北路 那個大大神當時有三條 這個元品北路太平町 在日記時代 四季改正以後 是很重要的一個街道 明白 是從北門出來以後 就可以通往 大龍洞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大道 然後 這個醫院開在 梁州街口跟元品北路上 對 然後路口 它是一個非常 正三角窗 三角形的窗 非常的漂亮 這是當時 非常漂亮 像阿城樓的洋房 對 那它的外面 有一個 外面的建築 有半圓形的山牆 然後山牆上面還有一個鮑魚鑽式 對 當時他們講說是鮑魚的鑽式 像徽章 像勳章一樣 對 然後旁邊還有花草 對 它的主體 它主建築是以洗石子 因為日記時代 1930年代 那個鋼金水泥已經很普遍 對 然後它用很白色磁磚 當作很帶 所以這樣交錯的話 特別有那個 那個感覺就是藝術感 是 所以說它其實不但是有這個 關懷我們老百姓的健康 它在整體建築上面 給大家有這個很漂亮的 這個視覺上的一個享受 對 這種建築在當時 是最時代潮流的 懂懂懂懂 在最黃金的地段 蓋最棒的房子 其實目的就是讓 這個大家都可以來看病 我聽說當時 這個柯醫師有做很多的扇行對不對 對 就是說很多人看到醫院 都不怕你沒什麼 太貴了啦 沒錢啦 怎麼看病 這個老師可不可以幫我們解釋一下 因為柯先生 他人心人數 甚至於他很願意的幫助貧窮人家 對 那有時候 譬如說那個 那個貧窮人家 他那個 那個費用啊 那個醫藥太高了 他就可以奢障 奢障 然後過年過節 這些人就很熱心 來用自己的肌啊 什麼來抵贈 非常有那個 人情味 我沒錢啦 沒有鈔票啦 要怎樣 不然兩隻雞給你啦 那醫生也收就對了 對對對 大家非常好 非常好 是是是 其實醫生也這個很辛苦 當時候這個善心 說實在話 他可能這個錢 他也就不收就算了啦 但是你來機好了 我就幫你這個收起來 感謝你 因為不收好像又拒絕人家好意 那不好啦 鄉民也非常的熱情 對對對 那可見得當時候醫師 可能要吃雞蛋 都要賣了 對對對 應該應該 自己收了一堆雞 對 那總共說了 還要吃 沒雞也會死 哈哈 好 今天非常感謝老師 幫我們解說成案醫院 好 謝謝老師 謝謝 不會不會 我們今天城市走讀呢 到了我們的慈勝宮 這邊是我們的 台北市大同區 那我們看到這邊 也是非常的開闊 很舒服的一個 寬廣的空間 但今天呢 因為我們這慈勝宮的典故 主持人也是不清楚 所以我們要透過這個 我們專業的解說員 來替這個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來解說 所以我們今天來邀請到我們的 賴老師 老師你好 大家好 我是文訓館的解說員 那今天也非常榮幸 來介紹到 那個慈勝宮的一些典故 是 老師我想請問一下 我剛剛一走進來看 我一看到這個 我們的慈勝宮 旁邊的這副對臉 我心裡面打起了問號 你看 他的上臉就寫說 第一門開 觀音山拱秀 這個地方大同區跟觀音山有什麼關係 看不到 對不對 這個可能就是要從 為什麼這個對臉門開觀音山 這個最早 最早這個廟是從 大稻埕的碼頭前面 原本是在大稻埕碼頭前面 因為日記時代的世紀改正 扣關馬路 就拆除 然後圈到這裡來 所以現在看不到觀音山 也就是說原本他在廟的這個位置 是看得到觀音山 對一開門 那前面就看到淡水河 對 然後右邊就是觀音山 所以我們從這邊右邊 這邊就可以看到 當時 數千傳聚魁府 對對對 水流灰 對 1860年的時候 淡水開桿以後 貿易通山 然後 洋人來大稻埕做生意以後 帶動大稻埕的繁榮 哦 所以 可以把海上的交通 可以看說是路上的交通 那麼的緩慢 這邊等於是在 我們的夏年是在敘述說 當時候一個非常繁茂的景象 對 大稻埕的繁榮 這個屬於百計千計的船 全部都聚攏在這邊 然後川流不息這樣子 也就是說難怪 也可以見證當時候 什麼 一府二路三盟甲 也就是說那時候的盟甲 真的確確實實是 台灣很發達的一個地方 對對對 那這邊我有看到說 好像 都是一些古蹟 他們的那個 化糧雕洞的上面的 這些歷史建物 好像都不是現在蓋的新廟對不對 對對 所以它這個廟很久了嗎 很久了 其實你看從它的建材裡面 你可以看到 當初從大大城碼頭 牽過來的時候 是 它把一些重要的那個食材 對 兩柱 建築物的主要的部分 然後就是 牽到這裡來 對 可以從 同志四年都是以前 在大大城碼頭的 的提字 在這裡重建 從青銅制年間的時候就有 我們剛剛看到這邊 旁邊都有很多這個 雕來畫都有寫 對 像近視內閣都有寫 然後還有這個 喔 副舉人 對 這些都是當時候 這些歷史的痕跡 早期你要在門柱裡面 提字的話 都是詩人 懂 有身分的 有身分的詩人 不是說隨隨便便 你看我就可以寫 不行 對不對 你要有一點 學位啦 身分啦 名人啦 對 可能做官的啦 才有資格來寫 不然你寫寫 你哪裡啊 對 是 那我們現在看到 其實媽祖娘娘在 我們台灣人來講 不陌生 絕對不陌生 大家都知道 因為台灣人都很愛媽祖 對不對 那其實媽祖除了是 保佑我們漁民 海神之外 其實我們看到 各地都在拜 到底是為什麼 其實他除了漁民之外 其他人都保佑嗎 對 其實媽祖的 在我們台灣人心目中 其實他跟官聖音 其實是同樣的在 在受大家的信愛 婦女的信愛 是 所以有事沒事 媽祖是道教 官聖音是佛教 對 所以很多人 都會在家裡 共養媽祖 或是官聖音 是 在台灣佔了一個 很重要的地位 在台灣信仰裡面 我感覺上 媽祖娘很像我們全台灣人 共同的媽媽 講這樣不知道會不會不敬 就是說 我們對她的愛 是像對母親的愛一樣 就是說因為她很愛我們台灣 我們大家都感受得到 對不對 不管你是不是 這個漁民 是不是在海上討生活 都沒有關係 只要你不管是經商 求學業 求官 或是要拜媽祖 或是要拜祖 求平安 其實媽祖娘都會保佑我們 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看每次 我們有看到什麼 靜香 或者是媽祖初學 那個場面都非常盛大 非常大 而且 這都不是什麼動員 那都自動自發改來 自動自發 這個是很真實的 所以我們台灣人 真的非常愛媽祖 尤其是那個 大甲繞進 七天七月 那個真的是 還有相信說 媽祖 軟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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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保 真的是會保佑平安 對 老師我剛剛 在廟裡面 看來看去的時候 有看到一個 從來沒有看過的東西 我們在廟門上面 這個梁上面 有看到這個有剪刀 有好像旁邊 有一個花花的鏡子 對不對 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 也可以講說是正邪用的 一般廟在建的時候 未來怕祖神還沒進來的時候 對 為了怕一些要摸鬼怪進來 一定要先把它推上去 我懂了 因為這個廟有遷移過 對 在遷移重建的過程當中 我們媽祖娘娘還沒安復進來之前 怕有一些亂七八糟的 偷偷進來享受人間煙火 先用這個壺子 把妳撞掉 撞掉 不可以對不對 對 然後等到蓋好的時候 媽祖娘娘呢 我們祖神來的就不怕了 對 所以它算是一個擋煞的符 擋煞的符 但是它上面用剪刀鏡子 這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也說都會起它的血音 血音 剪刀 是 剪刀就是我們台語 嘎 嘎刀 那鏡子嘛 鏡子我們講過是官民 對 那瓷就是 旁邊還有一支瓷 瓷就是 就是一嘛 一支瓷 一家平安的意思 嘎 嘎刀的嘎是那個台語 嘎中的嘎的諧音 一家 然後鏡子代表 一家光明這樣子 一家平 光明平安 也就是說 它在這個廟還 祖神還沒進來的時候 廟蓋好之前 是一個符 用剪刀把這些不好的剪掉 但是呢 蓋好之後我們 民眾進來拜拜的時候 回頭如果有看到的話 就代表保你一家光明 一家平安 這個也是很特別 所以說我們觀眾朋友 走到我們這邊來的時候 在我們進來拜完拜的時候 也可以回頭看一下 我們這個瓷神宮 非常這個 特別的一個地方對不對 對 老師我看到 我們這邊周邊 好像也有很多美食對不對 早期 寺廟 周邊都會有一些市集 對 那以前這個館長 前面就是戲台 會有電子演戲 是是是 那發展出 有小吃啊 或是幹什麼 看戲肚子餓了 對對 呵呵 那拜媽祖 如果要顧肚子 對 都會來這邊吃個東西 嗯 這邊的小吃 大概有二十幾家 但是他的叢林性不高 每家都不一樣 各有特色 各有特色 而且不會 價錢不會很貴 所有普羅大眾都可以來嘗嘗 都會來吃 對 很像早期我們現成延環的 那些美食 平民美食 平民美食非常好吃 然後在大榕樹底下 吃美食非常有特色 其實大榕樹下好乘涼 一邊乘涼一邊吃飯 一邊吃 這個心情特別好 對 那這邊有個特色 就是說他每張桌子 都有電號 他們電的 你拿來買東西 可以在這一家 電號吃 但是你多多少少 你又要給這一家 點一個東西 意思意思 我在吃這個麵的時候 他位置太急了 所以我去旁邊賣豆腐的地方吃 可以拿得到 那是不好意思嘛 所以也點一盤豆腐 對 而且他這個比較有特色 就是他是賣早午餐的 早上中午 你到了下午以後 你看都已經陸續收攤了 是 所以說我們觀眾朋友 如果看完我們走讀的這個節目 有興趣的話可以 來我們媽主廟前面嘗嘗鮮 對 我們今天城市走讀呢 這個因為做得太精彩 所以我們被關了 不是 因為我們來到這個 台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 那這裡呢 就是我們當初啊 關押很多新文化 這個人的地方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也請到我們的老師 來為我們做講解 老師你好 你好你好 那個我是文獻館的志工 今天非常榮幸來跟大家分享 新文化運動紀念館的一些事故 對對對 老師我想問一下 其實這裡我記得 因為我剛剛走進來的時候 我覺得很熟悉 不是那個歷史什麼投胎 偷夢熟悉 不是 這裡以前是大同分局對不對 大同分局對 沒錯 因為以前這個主持人有來拜訪過分局長 偵察隊長 來這邊泡茶聊個天這樣子 因為我們是媒體人 所以我走進來覺得 怎麼好像我來過 結果後來疑問 真的來過 因為現在大同分局已經遷移了對不對 遷在隔壁 對對對 然後這邊就已經是開放給我們民眾來看 我們當時 當時候台灣的一些新文化運動 它其實是這裡是發跡的地方之一 那其實我們為什麼會在這邊 居留所這邊的開場 這邊也算是我們當初這個 居留這個我們政治犯 新聞化運動的一些人 不聽話的份子的一些地方對不對 我們可以看到 那其實說 這邊後面這些牢籠 我們站起來邊走邊看好了 因為我們今天 雖然難得做著開場 但是也短短的 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我們從這邊來看 你看 我有發現 這看起來 這好像是木頭對不對 這好像木頭 這一敲 都是鋼 都是鋼 這是鋼梁 這根本跑不出來 對 那跑不出來 然後我發現他們每一個地方 每一間 其實應該不可能一間關一個 我猜啦 可能一間就關好幾位 然後在這邊呢 每一個 都有獨立的空間 可是 你只要 你說關了那麼多人 那我要派十幾個人來看著 也很累 但是呢 當時候的人就很聰明 有一個這個監視台 所以他就是蓋一個高地的監視台 那往下就可以看到 每個 他蓋成那種扇形的對不對 扇形的 他只要在中間 左右看 看個人 就可以看得到 看得非常清楚 對對對 而且不只這樣 我們還要請鏡頭來 我們往前一下 你看喔 這邊是 這裡有洗手台 就是說每天早上犯人要洗點刷牙 抱歉齁 你還是犯人 你還是要在監視下 完成你的這個人權的行為對不對 不要說沒有人權 到連臉髒的都不給你洗 給你洗啊 但是你要讓我監視啊 誰叫你犯法 這個就沒有辦法 對不對 可是當時候其實新聞化運動 要講犯法 可是那也是 那個時候時空被解決 對 以現在來看 只是一種 民主活動的 他的一個主張 對不對 就是說他想要 當時候我們台灣人也好 不管什麼省級的人也好 你從事了有關這個新聞化運動 可能在當時來看 喔 你這個就不法分子 這個應該來講說 1920年代以後 大道成是個風雲引起的元代 因為受到西方的思想傳入以後 很多台灣的青藝 他會鼓吹自己的思想 自己的理念 那這樣的藝藝 常常被總督府 西谷就關在這裡 那像蔣衛水他在這裡 就被關了 逝逝 他一生中 大概有十幾次進入 那個監獄裡面 有十幾次 懂 因為那個時候 當時候日本想殖民 他當然就會比較高壓 就是你 這個台灣有任何的 這個民主聲量 不行 不能從事政治運動 最主要是不能集會 不能從事政治運動 懂 因為他也怕我們 突然之間把他們趕跑 對 好 那其實我們在這個地方 新聞化好多這個館裡面 他其實還有其他的展覽對不對 有 他當時建的時候 就建了兩個很特殊的工人 第一個是閃行 還有一個水牢 水牢 喔 對對對 水牢這個一定要看一下 因為以前 我們只聽說過水牢 從來沒有親眼看過水牢 這個水牢 大概是台灣唯一的剩下的 只剩下這一個 以前都聽過 而且好像是越戰時期 有沒有 關那個美軍 有沒有 關俘虜的 那現在 原來我們台灣 其實以前 以前有過一個這個 那這個水牢 他其實他只有120公分高 那如果說一般日本人抓到犯人以後 他一定是先毒打一頓 然後再來口供 對 看你講不講 對 比如做完以後 就完成 那如果碰到顏類的那些 比較 屍就不會說的 不會說的 你打他如果不會說的 他就把你拱一隻 然後就慢慢換水 水水你就 慢慢換你心裡就會緊張 對對對 等換到這個鼻子 這邊喉嚨鼻子 看你招不招 他就用這一招 其實也是很可能 因為那個時候 可能不是不招 他真的是完翁 是要招什麼 就不是過 也許有這可能 對不對 那其實當時候的人民 也是很可憐 對啦 也是被逼迫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水牢我們看 他的一個說明 就是說 也在1933年的時候 就設立了 最低到最高處 只有120多公分 也就是說 通常來講 這是一個小 小朋友的高度啦 那如果人關進去的話 你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圖 有沒有 你看 根本站也站不起來 半蹲 然後呢 你如果蹲下去的話 就超過那個水位 你就吸不到空氣 所以你只能半蹲在那裡 對 那坦白講 那個我們 這個主持人這個年代 還有小時候被罰過半蹲 可以蹲多久 蹲兩個小時 不可能 半 兩分鐘就蹲不掉 真的 那你在這邊就是說 你要講不講水被淹 對 你不講可以啊 淹死 淹死 對 但是人有求生意志 就一下去又上來 一下去又上來 喔天啊 那到最後只能怎麼講 是不是冤枉都無所謂 就承認 對 這個水牢也是非常的殘忍 但是這個留下來 就是讓我們去看一下 當時候 他們這個怎麼樣面對犯人 對對對 就是說他也是一個歷史 歷史 走過來 就是說 我們可以知道說水牢呢 我們可以親眼看一看 遙想一下當時候 這個 如果你是真正作惡的話 那最有意的 或是你被冤枉的時候 哇這種感覺 非常的叫天不易 叫地不靈 所以我們可以來這邊 親眼看一下 對不對 好 那老師我們再繼續走走逛逛 好 好 來 所以我們看到監視台的那個位置 其實你看喔 每一個地方 我們帶鏡頭看一下 每一個地方呢 都有他一個空間在 但是前面都有個小監視窗 對不對 這樣我們看起來 非常的大 這是第二間了 第二間了 然後呢 我們往前面繼續走 欸 這裡又有一間 每一間都有空間 可是都會正對到這個 監視台 自己有自己的空間 但是對不起 你都是被檢視的 而且呢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有 有這個 衛生設備 但是他這個地方呢 卻不讓你放在裡面 為什麼 可能欸 犯人之間啦 打架鬧事就把你頭這樣灌 那不行 這都金屬了 所以在外面才能夠沖洗 手可以伸出來沖水 對 雖然很人性化 也算是一種保護機制啦 然後我們看到每一根真的 像木頭的其實真的 都不是木頭 都是這個鋼的 這其實真的是跑不掉 而且你看喔 我們一路走來 空間這麼大有沒有 空間非常的大 但是對不起 都逃不過剛剛中間那個 監視台的那個視線範圍 在碼期間 這都要不要 都好 shiny 另一ting 就是 delle 有點 睡ioni